大家好,我是美食老师 这调煤货厂进行鹅煤 为了调煤方便 这边也是对鹅煤进一个分泉 现在开始分泉 你看,这是第一产煤 现在看看第一产煤处的怎么样 这个不是鹅煤货厂 但是它进的鹅煤 现在即西本地煤矿自有部分生产 现在煤太缺了 所以说现在有很多煤都得用鹅煤调卡数 所以说它进了这批鹅煤 这个振动衫已经进来了 这马上就开始塞煤了 看看它这产鹅煤 这产鹅煤这是块 这是6200卡 现在这个鹅煤有胶 这是五个胶 分45个 这产鹅煤是属于 狸青块 这就是远东啊 深一种煤 你看能露天存放 这不像有些煤啊 这鱼焦啊 这个不行 你看这都鱼焦过了 这放这还是可以 你看看下这个煤 我砸一下你看看 选一块 哎呀 这随便拿一块吧 砸一砸 你看一下吧 哎嘿 哎嘿 你看砸碎了 你看这块正亮的 这是例情况 你看现在这个 这个震动衫已经调试完毕 现在这是第一产 开始塞煤 第一产煤已经装进去了 现在一会儿等煤出来 看看这煤怎么样 第一产煤已经装进去了 现在开始放煤 看这边是亮 这面出来了 这边是块 看这个块 是不是都怎么样 这边出的是384有块 看 这边出的药煤纸 看这药煤纸出来一摆 看这次进的呀 是0到100块 所以说啊 这边出的大块 就得少 好 这是第二产 就上来了 这面的颗粒也挺好的 啊 也不是说太面 这个额煤面啊 这不对外出售了 这自己就出用了 像这些块呢 是对外的 现在呢 就是950 这个货厂不同于其他货厂 这个是专门调煤的货厂 所以说它这个 现在额煤涨价 但是它这个价格呢 还是比较低一点 因为它这个面是有 所以说块呢 它就是低价是出售了 你看这里情况 那六价上来打吧 这个椒是五个椒 这个没有椒 但是鹅煤的椒啊 咱们本地煤的椒不一样 这个鹅煤椒啊 有爆粉 所以这个鹅煤椒呢 这个鹅煤含椒就是汤烧 那这个煤塞成的块 就是这样 就这么大的颗粒 这三八四九 Σ在里头啦 在有车啊 直接装出了 不用落地 这个鹅煤椒来说啊 那面扇块啊 基本上是一比一啦 要是点装面扇出了 你看这个还就是个大狗的块啊 所以就扫了 这是塞出的3849块 这个粒心块 现在就是咱们本地老百姓 用它工作取暖 最爱用这个没了 这个块 不太吸水 这一塞之后就干差不多了 所以说这个块的水分 水分就不大了 这调味火场 和专业的额味火场还不同 调味火场 是把0到100的块 塞出来 那自己留的了 专业的额味火场 是从50到200的块 把面塞出来 把块呢 销售给用户 所以说它有不同 所以说价格的它也不同 人这个面也不对外 你自己留的条没用了 你看这个面也非常好 你看小颗粒 这也非常好 看这药汕点 这塞完之后 也就不是那么湿了 啊 鱼胶山椅啊 这也是 也是一个价 950 现在来啊 就是950 过一段时间了 不知道什么价 煤啊 鱼胶 我朋友说湿 现在这块呢 不太吸水 所以说塞完之后啊 基本上水就不大了 我们本地啊 现在煤啊 非常紧续 现在条没货场呢 就进了一批啊 鹅煤 6000卡 6000块 火煤 现在进行筛选 这块和要算这 现在给你装上车 现在是950 朋友吗 你对比一下 看这个价格怎么样 鹅煤这一块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